我今天是星期六的下午时间 应该是比较多人叫外卖的时间 但我刚才是在12点乘9落单 结果1点09分就已经帮我送到过来了 真心是非常之快 今天就来和大家试试一间 现在在香港已经吃不到的 外国连锁快餐店品牌 达美乐Pizza 达美乐其实曾经在香港都有份店 不过由03年开始 拿了他港澳地区代理权的那间公司 就决定不再买他的代理权 那间公司仍然有买披萨 并且将原本香港地区的达美乐Pizza 就改了个名字 叫做Pizza Boss 不过始终03年至今 已经差不多20年了 我想达美乐的东西 达美乐Pizza Boss 应该未必一样都可以保留 因此如果大家想吃回 最正宗的达美乐Pizza 我想最近最近都要回到大陆 达美乐在大陆真心搞得挺好的 直到去年10月份 全国总共有430多间门店 单单在深圳 我就发现他已经有60多间了 达美乐之所以在大陆搞得这么成功 我想最主要原因是有两个 第一就是他的外卖送餐速度 是非常之快的 他承诺下单之后 30分钟之内一定会送到 如果超时的话 就会送回一张免费的Pizza捐 这个30分钟以内一定送达的承诺 据说最初是由美国总店那边实行 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美国那边就取消到 反而是他的大陆分店 仍然还是保持到这个承诺 好 而且老实说我在大陆 找过达美乐我想至少10次以上 暂时还没试过真的超时 所以有时候在家里忙起上礼 真的忘记了叫野饭 又想南有东西吃的话 我很多时候第一时间都会想起达美乐 而第二个原因就是 他的价钱是非常之便宜 而且质素不差 CP值是非常之高 就以他的二人餐来做例子 里面是包了一个9寸的Pizza 两份小食和两杯饮 但价钱只是98元而已 人均消费不用50元 计算港元的话 其实只是60元而已 现在我就用手机来下这个二人餐 给大家看看 他到底送餐速度有多快 和这个二人餐到底有多则 哇 真是这么快 不用30分钟就已经送过来 我今天是星期六的下午时间 应该是比较多人叫外卖的时间 但我刚才是在12点乘9落单 结果1点09分就已经帮我送到过来了 真心是非常之快 那先来试个Pizza 老实说这个Pizza不大 因为只是一个9寸的Pizza 但由于我今次叫的是这个 芝士腸卷鞭的Pizza 因此这条卷鞭真心是很粗的 而饼底就比正常口度薄一点点 口味方面 其实大陆的达美洛总共有31款口味 甚至是有买买 我想是意大利人最珍的 纷纷水果Pizza 不过和很多有来大陆开分店的 外国连锁快餐店一样 达美洛也有不少本地化的口味 而可能由于大陆人比较喜欢吃榴莲Pizza 因此大陆达美洛最招牌的口味 竟然都是榴莲Pizza 因此我今次就叫了这个 相信意大利人听见都会激死的榴莲Pizza 而饼底方面总共有11款 卷鞭也有6款 刚刚吃的第一口由于吃到榴莲肉 因此榴莲味是非常香 而其实就这样光看 你也会看到上面一块全部都是榴莲肉 因此这个榴莲Pizza 绝对是很足料的 不过其他没有榴莲肉的部分 就不像另外一间做榴莲Pizza 比较出名的Pizza专门店 洛海撒 是有塗到榴莲肉 因此咬的部分 吃下去就只吃到 芝士和沙律酱的味道 其实这个饼底其实也挺有趣的 但美洛就声称它那些饼底 都是人工手拍的 口感我觉得是好过香港的Pizza专门 但是就会稍微干身一点 最后就是试买很粗的芝士腸卷鞭 其实这一只芝士腸卷鞭我是第一次吃的 当然我一直以来都觉得 但美洛那层边是偏硬偏干的 最好都是配搭一些比较柔质的卷鞭 咬下去会没那么辛苦 譬如咸淡黄榴莎 又或者红薯薯泥 我以往吃过都算不错 但是这个芝士腸卷鞭就正正印证了 我所说的问题了 咬下去的确是有点偏硬偏干的 而里面所夹的芝士腸 我自己觉得浸味是有点像 我们小时候吃的鱼肉腸 只不过这一只肠的味道 就并不是鱼肉 而是稍微似鸡肉腸 有时你就不要期望里面会有很多肉 主要吃下去都是粉 但是味道是绝对不差的 另外虽然淡美洛没有说到 它所用的是什么榴莲 但是我猜猜应该是最便宜的金枕头 虽然那股榴莲香味 就肯定没有我们平时吃的D24榴莲那么重 但是味道就会偏向香甜一点 口感会比较绵滑一点 之后就是试两个小食 其实达美洛的二人餐里面的小食 都不时都会轮换 在去年就是一个炸鸡筷 和配一些牛肉或者羊肉串 而今个月可能是因为临近新年 因此炸鸡筷就变成了其他炸物 就可以选择鱼造型的鱿鱼饼 或者我今次选择的这个金元宝造型的虾饼 虽然它冷了 但是表面仍然是很脆的 里面的虾胶很弹 而且还吃到一些虾肉 也吃到有汁水的 不会干身身 当然更加重要的是 是吃到很大股虾味的 真实不错 这个 而牛羊肉串就变成了这个虎爪造型的乌豉蛋糕 有两种口味的 一种是朱古力芒果 还有我选的这种芒果椰子 同样都有惊喜 我初头以为整个会很硬 但是吃下去乌豉都很绵滑 虽然芒果味很明显是香精美 但是也不会是很假的 另外里面还有一些白色圆形 脆脆的东西 丰富了整个的口感 真心是挺好的 最后就来试一下野饮 但是在试之前 就要讲讲达美乐一个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它那些野饮一搭入冬季 就会变成热饮 但是这个转换是全国一起去转换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去年好像是11月转 而那时候深圳其实还是很热的 在11月初的时候 还有好几天都是天天超过30度 但是那时候深圳的达美乐 已经变成热饮了 那些热饮款式也有点怪怪的 例如有一款叫做黑麦瓜抹残奶糯 听上来好像有点复复的 另外它那些野饮全部都没得选甜度 而以往我试过就发现它那些东西 其实都偏甜 那我今次就选了这个桂圆红棗暖饮 和这个清甜红豆米羊饮的 那就先来试这个桂圆红棗的先了 真的很甜 桂圆还没喝到一点 不过红棗味我自己觉得是比较淡的 不过这杯东西我想拜不慰就是 真心是很甜的 不太合我们香港人口味 再试一杯清甜红豆米羊 叫做清甜 不知道会不会没那么甜呢 不过由于加了一些酒样下去 因此这杯东西其实有点偏酸 但对比起刚才那一杯桂圆红棗的话 我会比较喜欢这一杯的 吃饱饱了 总括来说 虽然搭尾乐的这个二人餐 里面的披萨真的比较小一点 如果比较大吃的话 可能未必会够饱 应该要像我这样 加多一点点钱 加多点卷变下去 那就会饱饱一点 但是其实入面的东西 里面所包的东西都的确是挺丰富 不单是一个披萨 还有多两份小吃 而且无论是披萨 还是小吃的质量 我自己觉得都算挺高的 绝对是对得住它的价钱 唯一要挑剔的地方 我想就是 野饮不是太够吸引 因此如果不介意没有野饮的话 我想省爱其实都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更加重要的是 它的送餐速度真心是非常之快 好像我今天这样 其实只是五个字时间就已经送到过来 因此无论是准备上来大陆隔离 又或者是迟些通关之后 需要上来大陆做事的人 如果想在酒店里 快快有东西吃 又不想叫老麦KFC 这些那么适的东西吃的话 这个达美洛披萨 我想都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 今集就先来到这里 如果想看回我之前出的 有关于深圳餐厅 在疫情之后 到底有什么变化的影片的话 在看YouTube的朋友仔 就可以按右上角的i字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